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却以林家树的出轨而高中 两人分手之后 林家树至今未婚 而龚腾锦香则在三年之后结识了木村拓栽 2000年12月 他们正式踏入了婚姻的殿堂 前任是人间角色 丈夫是痴情20年不变的超级巨星 龚腾锦香也太幸运了吧 无论前任还是现任 都能在日本引起巨大的轰动 当然很多人不解的是 为什么一个叛逆的女艺人 竟会让两个影响力如此巨大的男星 对她神魂颠倒 林家树音乐上创造出无数奇迹也就罢了 偏偏生活中的林家树 也温柔到让人沉醉 演唱会遇上台风 一般人都会选择退票 可林家树是怎么做的 她退票以后 又用直播的方式完成了自己和粉丝的约定 此外 她会给红十字会捐款 而且会帮助那些遇到困境想自杀的人 这样一个软心又有角色长相的男人 谁不喜欢 被称为赵和女神的龚腾锦香 自然也不例外 说起来 龚腾锦香和林家树的童年有些许相似 龚腾锦香有个感情很好的哥哥 可是哥哥却在一次车祸中意外去世 从那以后 龚腾锦香被迫扛起了养家的责任 可是 和林家树的抑郁悲痛不一样 龚腾锦香变得异常的坚强 她性格乖张不羁 很小的时候就十分有想法和主张 随着龚腾锦香年龄的增长 她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音乐天赋 17岁这一年 龚腾锦香参加小猫俱乐部正式出道 和一般的傻白甜团圆比起来 龚腾锦香胆大而又张扬 所以第二年的时候 公司就决定 让这个有性格的小姑娘单飞 别的偶像都是清纯撒娇的风格 但龚腾锦香偏偏反乞讨而行 在众多美女之中脱颖而出 让人眼前一亮 由于她表现出众 再加上公司力捧 龚腾锦香的单曲 一经推出便一扫而光 她第一张专辑里的单曲 就登上了当年 日本最受欢迎的歌曲榜单的冠军 此后几年 龚腾锦香不论是出专辑 还是开演唱会 都有无数的粉丝捧场 童颜之下 有着非常炫酷的个性 当年有不少女性 都纷纷效仿她的风格 还掀起了一股 全民模仿的热潮 毕竟 和同时间段的女歌手们 比起来 这个会坐着机车出场 把西装 穿出个人风格的小姑娘 实在是又美又撒 此时的龚腾锦香 也才23岁 事业蒸蒸日上的她 同时也迎来了 自己感情的春天 这段感情 令她难忘 她与林家树的相恋 在当时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所以 当林家树和龚腾锦香相遇以后 很快就对彼此有了好感 两个人有着同样出色的长相 又有共同的爱好 区别就在于 林家树 温柔 腼腆 而龚腾锦香 则是骨子里 透露着韧劲 他们的恋情 一经曝光以后 就受到了广大歌迷的关注 尤其是 当龚腾锦香 特意把头发染黄 而后出现在林家树的 演唱会上的时候 全场都沸腾了 那时候的他们 真的很幸福 隔三年之后 这对恋人就分手了 有人说 是龚腾锦香 受不了林家树 阴郁的性格 也有访问类节目说 是因为林家树出轨 被龚腾锦香给逮住了 而后 性格刚毅的她 果断分手 再往后 林家树一边发展自己的事业 一边关注公益 2008年的时候 她还给汶川 捐献了财物 那边龚腾锦香 也开始了新生活 冒着被封杀的危险 公开恋情 牧村拓栽 执行20年不变 1991年 19岁的牧村拓栽 正式出道 那时候的牧村拓栽 有多红呢 她饰演检察官的 影视剧上映 来年 报考检察官的考生 暴涨 她出演一个飞行员 则取请的航天公司 成为了大家的旅游景点 而她打冰球的一幕 到现在 都是男演员比率的标准 当时 就算是牧村拓栽去代言口红 都能够卖到清空库孙 那个年代 日本最受欢迎的 十部影视剧中 牧村拓栽的作品 可能就要占一半 这个阴柔又英俊的男人 一度是帅哥的代名词 不过 作为全民偶像的他 也有着自己的偶像 而这个人 就是龚腾锦香 跟林家树分手三年以后 龚腾锦香 在好友的介绍之下 认识了当红小生 牧村拓栽 最初 他们只是一起运动的搭档 而慢慢相处下来 他们却被彼此的性格 和人品所吸引 可爱云 牧村拓栽所在的公司 并不支持 一人恋爱的缘故 所以 他们一直是地下情 可后来 龚腾锦香 怀孕了 为了给爱人一个家 2000年11月的时候 牧村拓栽 冒着被封杀的危险 在自己的演唱会上 公布了婚讯 有记者问 对方是龚腾锦香吗 牧村拓栽 一脸霸气地反问 不然还有谁 第二天开始 龚腾锦香 从受欢迎的女神 变成了全日本 最讨厌的女人 有情绪激动的粉丝 甚至去她的家门口 去破游戏 国民男神宣布婚讯 无疑让很多女性 都很抓狂 他们纷纷把龚腾锦香 当成了最不喜欢的女明星 认为 她是利用手段怀孕 夺走了大家的男神 牧村拓栽 很长一段时间 龚腾锦香 都因为这件事情 而备受困扰 甚至还有情绪激动的粉丝 去她家门口破游戏 而且很多人 也并不看好这段婚姻 认为过不了几年 牧村拓栽 就会受不了 跟龚腾锦香离婚 而媒体也跟风表示 将来的牧村拓栽 一定会后悔 逐经的鲁马 可三五年过去之后 那些盼着他们 离婚的人却发现 龚腾锦香 和牧村拓栽的感情 更好了 八年十年过去了 他们从青涩变得稳重 可唯一不变的 就是恩爱 现如今 二十年过去 痴情的牧村拓栽 还是守着龚腾锦香 而且她还不止一次 在节目中表示 有龚腾锦香陪在身边 自己很幸福 龚腾锦香 有人觉得她很美 也有人觉得 她乍一看很惊艳 但细看 却总觉得差了点意思 尤其是九三年之后 颜值就一路下滑 这还是未走进婚姻时的状态 可见 美人持牧的速度 有点惊人 也难怪 大家对龚腾锦香一直都是持扁抱不一的态度 尤其是没有见证过她颜值巅峰时期的人 对她更是无感 那么 为什么觉得龚腾锦香年轻的时候 十分亲眼 之后颜值迅速跌落谷底呢 龚腾锦香到底又美在哪里 那个时代的美人 多多少少都离不开氛围而泽 而龚腾锦香所呈现的就是妩媚不识天真 隐约又透露着一股倔强的少年感 她和钟森明菜的这组弄态徒真的是很吸引人了 时代造就美人 美人造就经典 又要问上世纪无法超越的美人到底美在哪里 大抵可以说是时机 虽然现在常常说审美多样吧 但事实上 大家的审美反而更为统一了 标准的瓜子脸大眼睛高鼻量成为很多女性的追求 而这些像是流水化生产出来的美女 前人一面难分其色 但那个时代的美却是千姿百态的 长相上多少都会有点缺点 比如说林青霞的方下巴成就了雌雄同体的美 程德荣的歪下巴展现了娇憨感 王祖贤的微微秃嘴打造了别样的性感风情 求淑珍的短下巴营造了又醇又郁的天真妩媚 可见外表只是美最浅显的一部分 所塑造的风情与风格才是独一份的 正如古语又晕 持有所短寸有所长 没有人是完美的 总有不足或缺陷 每个人都一样 让自己美丽动人的方法有很多 读书写字运动打扮 各有各的美 不必在乎容颜上那么一点小瑕疵 看了很多功德进香 年轻时的照片 确实很美 但她的颜值巅峰也确实很短 年龄增长所带来的骨像皮像问题 全都暴露出来了 少了美艳多了岁月感 有些美人能被岁月眷顾 但是有些美人注定要迟暮 最重要的还是内心的安宇 和那些金鱼保养 情鱼做阴美的明星们比起来 顺应自然的功德进香 似乎比同龄女星要衰老一些 可再看看木村拓栽就会发现 他们的爱好或者说想法 从来都是一样的 毕竟爱情可能始于颜值 可最后却会忠于人品 只能说 能成为林家树的女友 木村拓栽的妻子 功德进香 从来都不只是依靠美貌 因为这个把他们爱情和事业 都握在手里的女人 一直都是和另一半 并肩作战的 所以与其说功德进香 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 不如说 是林家树和木村拓栽 有福气 能够遇上正好的功德进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